特别想问一下几位老师啊 有没有厂商还需要问先生的问题 您也说到了 您的妹妹是最后一个 迁入到这个房屋所在的这个户籍的地方 那从我的理解 妹妹应该不是这个户口本上的户主 对吗 对 是您母亲是户主 对 那母亲是户主的话 为什么最开始这个户口本 不在母亲的手中保管呢 她跟我母亲 就勾勾搭搭的事多了 那我是不是能够认为 妹妹持有户口本 也是母亲的一个意愿 她愿意让妹妹帮她拿着 您说是肯定有这么一种成分 但是 我就说句不好听话 他们就是勾结 您认为您的母亲 在处理您跟妹妹之间这个关系的时候 有失 也失好也失坏 先问一个问题 这个户口本最开始 肯定是母亲一个人 对 您的户口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的户口是03年 03年 妹妹的户口什么时候进来的 05年 05年 您在妹妹之前把您的户口也迁到母亲这里了 对 您提出来把户口迁进去的 还是母亲让您迁进去的 是我要求的 您要求迁进去的 您的户口迁入母亲的户口 当时是基于什么考虑 那是我想05年 那时候就有房子的这个什么这方面的联系了 这我不否认 那这个迁入过程妹妹知道吗 当时她可能不知道 或者可能知道 你爱人跟孩子户口什么时候进去的 93年 93年 在你之前他们就进去 对对对 对吧 那会是什么理由进去的呢 这时候是孩子上学 你爱人跟孩子的户口 93年就落进去了 这个你妹妹知道吗 知道 那么妹妹在你之后也把户口迁进去 这事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这是我回家 偶尔回家的时候 我母亲告诉我 妹妹跟母亲提出来 要把她的户口也迁进去 刚才您也说了 那会儿迁户口就跟房子挂钩了 对 那谁先惦记这个房子的呀 谁先惦记 都惦记 都惦记 对 还有一个你又说了一点 刚才我听到您说了一个 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边 把这事说清楚 然后以后不想往来了 您是这思想准备吗 不否认也有这种 有这种思想准备 接水和饭喝水吗 这个应该是什么 好 我就问这几个问题 在专家的询问下 哥哥王先生坦承了自己对房子的想法 并且不想再和妹妹来往 考虑到哥哥的身体情况 我们让哥哥到观察室休息 几十年的手足情 为何在母亲去世短短几个月后 变得如此淡漠 他们之间到底还发生了什么 事情真的如哥哥所说的这样吗